接下來這位朋友她是說了她說她剛剛在10月底買了一個房子已經過戶了 貸款什麼的都已經妥妥的解決好了 DB這個付貸款從12月1號開始 但是她的貸款是說這個貸款的期間要不要申請信用卡 她想新聞說現在我的貸款完了我現在申請OBOK呢 會不會出現什麼變化呢會不會影響貸款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資深貸款專家莫妮卡茅來幫她解決這個難題 莫妮卡妳好 妳好 莉亞好 大家早上好 因為我最近很忙啊 對 因為我們昨天想聯繫到妳對妳忙到沒有辦法的回答問題 好的 那麼她這個問題妳怎麼幫她解決一下呢 好的 她貸款已經順利完成結束了之後呢 其實差不多在ASCO Close之後兩個星期左右呢 她如果想去申請新的信用卡那個是OK的 對 她是可以了 因為在審核貸款的過程當中呢 她所有的那個卡卡在其他的債務都已經被計算在內了 所以最後都可以拿到貸款Close ESCO都approved就沒有問題 那貸款結束了以後呢 她去申請新的卡 然後之後呢 會有新的Balance 這個對她Close了以後的這個Loan呢 兩三個禮拜以後再去申請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大的影響了 對 當然你不能說一Close第二天馬上去買一個車 有一個貸款 完了還沒就是在Close以後一個月之內 又買了這個新的有一個貸款出來了 那邊又來了一個Lease的車的貸款呢 或者一下子把新的一張卡馬上開始刷 刷了幾萬塊的那個Balance出來 這些就不建議這樣子了 對 但是普通開一張 一般的信用卡正常用的 那個還是OK的 對 所以這金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呢 還可以去請教我們的專家們